上帝不可能这么不公平 只把拜偶像的非基督徒送进地狱 却对一直拜偶像的基督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很多基督徒却自以为没事 他们说没错 她是妓女 没错 她吸毒 但是赞美主 她九岁的时候就绝至信主 这种话实在荒谬 新约圣经说 人非圣洁 不能见上帝的面 这会影响我们传福音 我们不只是要让人快乐一点 不只是要帮助人解决日常生活的问题 而是要救他们脱离地狱 这才是传福音的目的 要救人脱离无用的 没有上帝的永恒 不只是帮助他们暂时好过一点 给他们的人生一点寄托 你应该来教会 我们教会很温暖 很友善 你会喜欢的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找人加入宗教俱乐部 而是要抢救人脱离火海 这一直是宣教工作最大的原动力 我们下导的订查 い 不高兴地的订查